1月5日,备受观众期待的开心麻花团宗《麻花特开心》正式定档,将于1月9日起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。 这也是既德云社、德云斗校舍和赵家帆《象牙山爱斗团》之后,第三家喜剧天团打造的团宗,按照现在的趋势,不出意外的话,贾玲的大碗娱乐应该也会跟进, 毕竟,四家喜剧天团已经三家已经出手,贾玲应该不会错过这个机会,当然了,到底大碗娱乐搞不搞团宗,我们说了也不算。 还是简单的聊一下麻花特开心,既然是团宗,那么台柱子一定都来,此次,开心麻花团宗集了沈腾、玛丽、艾伦和长远等开心麻花主要成员,可以说是阵容相当强大。 据悉,节目以真人秀的方式,体验12个从生活中改编的剧情故事,用独有的喜剧天赋和元素,创造出带有真情实境的综艺喜剧,在给观众带去欢乐的同时,传递乐观积极的生活观。 今天,沈腾和玛丽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,之所以参加这档节目,是为了大家在家也能够看到开心麻花的节目,所有,该节目有开心麻花的几位大梁坐镇,还是非常有王炸钳制的。 如今,喜剧界可以说是新人辈出,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德云社等四家喜剧天团,也有强势崛起的效果文化和米味传媒。 两家也都有王炸综艺,向大家熟悉的吐槽大会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,相信很多观众也并不陌生。 不管怎样,还是期待开心麻花的这档综艺,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吧,从当年的欢乐喜剧人到如今各家独自办团宗,喜剧界格局好像变了,好像又没变。 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喜剧佳作吧。